7月9年假期男女排球聯賽 進入倒數第二週 正常再回到台北體育館 進行連三天的賽程 本日首戰由中國人先 對上惠宏國際 雙方在前三局分數緊咬不放 但第四局惠宏頂住壓力 展現訓練成果 以3比1拿下本季首勝 前幾場輸球 都是因為可能後面 後半段的就是細膩度 尤其是接罰球都接不起來 然後造成就是球隊的勢氣會下降 所以老師會就是在接罰球的部分 有更多的強調 還有就是在我們的大炮手的 手腕的變化能力 老師也一直在強調 一直在訓練當中 接著是男子組的米子諾 要挑戰10連勝的國訓中心 米子諾展現韌性 將戰線拉至第五局 但國訓展現防守能力 多次成功攬網 籃下最後勝利 也順利創下企業聯賽 史無前例的11連勝 繼續下去很開心 其實我們接罰球不好 然後我們只是強調接罰球 然後後來在籃網上面做得很好 籃到美金龍很多 然後我們反攻攻擊都做得很好 最後一場是康提對戰台電 台積到現在一勝籃球的康提 這場比賽在籃網部分沒有做好 讓台電快攻頻頻得手 雖在第三局雙方拉鋸進入Deuce 但最終台電仍靠對手十五過多 已直落三擊敗康提 康提在苦吞一敗 記者王思淳 張品文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